嘉莹县有一位19岁的年轻女孩子 因为跟男朋友吵架 竟然想不开 想要拿菜刀来伤害自己 接到了通报的警察 赶到现场的时候呢 女生还一度情绪失控 大吼大闹的 还好当中有一位是女警啊 就一直温柔的跟她劝劝劝 抠肯哦 整天安抚她情绪之后呢 再一把把菜刀给夺了下来 抢救了一条命 拿着菜刀的女子激动哭喊 企图伤害自己 女警守在一旁 又是拍背 又是柔情劝说 耐心十足 经过沟通 女子情绪渐渐稳定 五六名园警在一泳而上 将人制服 过程中少女不断极力挣扎 女警仍然紧握住她的双手 安抚她 吃菜刀抵住她的手腕 情绪非常不稳定 那我们初步了解 是因为感情因素 跟经历因素 嘉义是这名十九岁的高姓女子 凌晨和男友吵架 差点拿菜刀做傻事 男友通报警方救援 一开始女子什么都听不进去 还好有这名女警帮忙 肯谈将近一小时 才让女子打消念头 乖乖就范 女警黄玉婷是嘉义大学 幼教系毕业 通过警察特考 再派出所服务 效力长相 个性温柔 又会说服人 成为这次的一大功臣 当时心里也是会有点担心 可是又想到说 就是那也是一条宝贵的生命 那我们也是尽我们的 能帮助的去帮助她 强救过程惊险 黄玉婷还是觉得救人第一 奋不顾身 也要阻止少女 成功救回一条人命 这里是侯国文 陈文杰嘉义报道